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吹球到底要怎麼用 什麼時候用 其實學長原本以為這個議題不用特別解釋 但是我上次跟大家聊了一下吹球的重要習慣 還是有網友想要知道說 到底吹球該怎麼使用 好吧,那學長今天就來用90秒的時間 來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好,我們先磨個兩三公克的豆子 好,然後我們開機,開始研磨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 使用吹球的第一個時刻 好,還在研磨的時候 磨豆劑面可能還有一點點殘粉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吹球 輕輕的把磨豆劑面的殘粉吹出來 從上面先使用吹球 然後出粉口的部分 也稍微使用一下吹球 這樣就可以讓你磨豆機裡面的殘粉 盡量乾淨 同時間你研磨的咖啡粉 大部分都會落到你的解粉器裡面 就可以確保你的粉水比是比較正確的 等到你把粉杯拿走以後 這時候如果你想要稍微再清潔一下的話 也可以開機以後 吹球來吹一下 看看還有沒有殘粉 一般來說如果你剛剛吹的夠乾淨的話 應該是不會太有殘粉 這樣就能保持你磨豆機的清潔度了 你下一次再使用的時候也不用再吹了 這個是電動磨豆機 那我們來看一下手搖磨豆機怎麼使用 其實狀況是接近的 我們一樣磨個兩三克的咖啡豆來示範一下 好 先把它研磨 好研磨完畢以後呢 你可以使用吹球 稍微的 讓你的殘粉稍微往下落 好 然後再使用 再稍微過一下 OK 盡量讓你的粉層往下落以後 好 上面可能還有一點點殘粉 可以稍微吹一下 這樣你的刀盤就算會比較乾淨了 大部分的粉也會落在你的粉杯裡面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手搖磨豆機 搭配吹球的方式 好 所以呢 無論是電動磨豆機 或是刷磨豆機 都是在研磨的過程之中 然後磨完的時候 稍微使用吹球 補一下 讓裡面的殘粉推掉以後 基本上就乾淨了 只要你平常在研磨的過程之中 又常常使用吹球的話 基本上你的保養 是可以很輕鬆的 甚至吹不出什麼產粉來的 那就是今天1990秒 吹球到底在什麼時候使用的 所有內容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來詢問學長 那我們1990秒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